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将图片视频等文件上传到我们的一个UniCloud中 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 在我们的云储存里 我们要通过客户端去把我们的图片视频上传到这里 然后方便我们的项目去使用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需要使用UniApp提供的一个图片选择的API 我们要先去选择我们的一张图片 我们把之前的代码我们去清理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去选择图片呢 我们使用Uni.truthImage去选择我们的图片 这里呢会给我们传入一个对象 我们去给它做一个限制 我们只允许它传入一张图片 然后呢我们会接收一个成功的回调 回调呢会给我们返回我们图片的一个信息 我们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失败的回调 同样呢我们把失败的回调 我们打印出来我们保存 看一下我们图片选择的API 回到我们的Chrome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我们点击啊这里 然后会给我们弹出一个选择文件的一个窗口 我们比如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打开 成功之后呢会给我们返回我们的成功信息 有一个TruthImage OK表明我们的图片选择是成功的 然后呢会给我们选一个TempleFailPath 是我们的一个图片的数组 如果我们是多选的话 这里会有多个文件的一个地址 然后下面呢TempleFailPath啊 去声明一下TempleFailPath啊 等于个什么呢 res点我们要选择它的第0个 也就是我们的第1个啊 第1个内容 我们用下标0来表示 然后我们去打印一下我们的地址 看获取的是不是正确的 我刷新一下页面 选择图片选择图片 然后我们打开 会给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地址 返回出来 我们需要用这个地址啊 上传到我们的一个云储存里面 那么我们怎么去上传呢 上传也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使用YuniCloud there UploadFail 使用这个API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图片呀 或者一些视频呢 上传到我们的一个云控制台里面 那么我们要传入一个什么呢 啊 我们要传入一个FailPass FailPass就是我们之前获取的TempleFailPass 然后我们放到这里 同样的啊 它可以接收一个成功的毁掉 然后呢 接收一个失败的毁掉 我们把我们的内容啊 打印一下 保存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成功之后 会给我们返回哪些内容 或者失败之后呢 会给我们返回哪些内容 我们来操作一下 刷新一下阴面 然后我们先去选择一张图片 我们打开 之后呢 会给我们返回了一个Success的内容 Success表示处 说明我们的上传是成功的 然后呢 会把我们的一个FailPass 给我们返回出来 这是我们上传的一个地址 然后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FailID FailID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中 或者我们存到我们的本地 或者直接在我们的Image上面去显示 都是可以的 现在呢 我们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把我们上传后的图片 我们要显示到我们的阴面里面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Image里面 把我们之前写死的内容 我们给它干掉 然后SRC 让我们给它改成一个变量 变量呢 我们需要在Data里面去声明一下 我们出使值 给它一个空就可以 然后呢 在我们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去给它负一个值 SRC等于什么呢 RES.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返回的信息 是一个FailID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FailID拿到就可以 我们写在这里 保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选择图片 然后再选择一张图片之后呢 我们打开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是没有复制成功的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function的方式 我们的this指向是错误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给它去声明一个变量等于this 然后我们用我们surf声明好的 然后我们替换一下之前的this 我们在开发我们的项目中啊 在我们代码里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this的一个指向问题 如果this指向不对的话 很可能会达不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再执行一次 我们再上传一张图片 我们打开 这样呢 我们上传成功的图片 就会正常的去显示我们的页面里面 然后到我们的云控制台 看一下我们的云存储 然后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在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上传好的这几张图片 可以看文件大小 这里是0B啊 就是这应该是我们阿里的一个SDK的一个bug 我们暂时先不去管 之后可能会去修复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张图片去删除呢 删除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在这里把它复制下来 把我们的一个下载地址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把上传 我们先把它注视一下 删除跟我们的上传是一样的 不过不同的是 我们使用的是 unicloud deletefail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faillist faillist呢 它接收的是一个数组 我们把我们需要删除的图片地址呢 我们放在这里 然后呢 它也是接收一个毁掉 一个成功的毁掉 然后一个失败的毁掉 我们去打印一下 我们去打印一下成功 然后失败我们也去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来删除一下我们的图片 我们要把我们的第一张图片给它删除掉 我们试一下 执行 然后我们的success呢 实处表示我们已经删除成功 然后我们回到控制台刷新一下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已经消失了 就说明我们的删除是OK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上传跟删除 我们来把你拭乱 programme 我们来玩